声音太甜美也会招惹麻烦吗 在台北市有一名年轻的女子 因为不小心打错电话 结果接到电话的蔡姓男子 觉得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好听了 没有见过面就展开追求 光是在一天之内就狂抠了近百通的电话 让女子不堪其扰报警处理 这才发现这名狂抠男 不但是知名的集点达人 之前也曾经因为骚扰女性遭到痛欧 老人的骚扰电话死产烂打 令人不堪其扰 一名在台北市的庙林女子 因为拨错号码 打给素不相识的蔡姓男子 竟然因此被纠缠 一天之内狂抠近百通电话 被电话骚扰是许多女性都有过的经验 不过这名女子鼓起勇气报警后 才发现这名自以为风流倜傥的狂抠男 竟然是人称集点达人的蔡姓男子 她曾因为在店家门口纠团要折扣 被列为许多餐饮业者的拒绝往来户 自认行为没有骚扰客人 自我感觉良好 甚至在路边的酒店小姐跟她借打火机 都让她觉得是对方在示爱 想太多的下场就是被对方男友痛欧一顿 如今又因狂欧扰人 被依强制罪送办 真的该好好检讨一下她的为人处事之道